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说拼娃 今天我们再说一下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我们的英语 在我们的选拔考试里头 到底应该占多大的位置 为什么这个话题又热了呢 是因为有人给教育部提了建议 然后教育部的回复就来了 而且这回复还蛮长的 这个回复你要看懂 看懂了以后里头挺有意思的 第一回复前面介绍了很多 我们教育部要开展振兴 要增加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英语的教学已经很少了 我们增加了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 而且说了一下英语教学的比例 你看没有数学13%到15% 英语6%到8% 多点语文20%到22% 讲了这么一下相关的比例 然后最后他引了一个什么呢 2014年中央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呢 维持这个三柱科啊 与树英的这个分支不变 这个的话呢 说法2014年到现在多久了呢 八年前 而八年前其实呢 中国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因为你像这八年的发展 那八年前的时候 可能我们呢 超过日本不久 现在呢 我们好几个日本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那个八年前呢 那时候还没有中美贸易战 而且那时候呢 中国的文化自信也没有现在强 对吧 所以整个呢 其实八年前变化很大 其实当时呢 大家给教育部这个建议 中央的文件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不是让你拿中央文件 当棒子去打人的 实际上是这种建议呢 是让你呢 这个建议 如果那的话呢 转交给中央 因为这个 这有关的一些建议 是教育部门向中央提 向中央反映 各种样的情况 而不是说呢 你拿一个中央 以前就规定的这个棒子 把你这些提意见的呢 一棍子打死 就说你看看没 我们这个规定 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得这样子说 对吧 其实规定有很多不合理 也有很多呢 情况变化了 要修改 对吧 而且呢 你从他自己的回复当中 你就已经看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你像那个英语 他给的时间 百分之六到八 但是英语考试 英语的分数 在我们选拔的分数里 占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嘛 高考的话呢 750分 150分 百分之二十 对吧 你那个中考呢 呃 一百分 在北京的话 是差不多一百分 一百 有的地方还多 呃 然后呢 呃 也是百分之十几 因为的话呢 你想嘛 那个整个中考的分数的话 五六五六百分 你一百分嘛 百分之十几 就是说你会发现是什么呢 他给你的时间 是这么多 然后考试站的选拔度 明显多出一倍来 对吧 你那个正常情况下呢 你那就是说你考试选拔度多少 你时间该给多少 你时间给的比选拔度少 那不是就是逼着大家要底下去多学嘛 你否则的话你这个不匹配啊 你所以就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要靠课内的那些同学 嗯 嗯 其实啊 怎么这么讲吧 数学变得简单了以后 呃 除了语文拉开差距呢 就是英语拉开差距 尤其是英语拉开差距 拉开的是什么呢 呃 经常是阶层的差距 也就是说呢 对于这个不发达地区英语呢 呃 成绩比较差 发达地区呢 英语比较好 然后发达地区呢 家境好的 英语比较好 而且还有一个 呃 就是那个想出国想留学的 英语都好 你要明白这个里头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就来了 对吧 你那个想出国想留学 然后呢 这个他可以靠英语呢 呃 杀掉很多人 而且呢 呃 前面我也做过节目 讲中国的这个英语选拔呢 那是有故事的 教育部吧 英语搞的呢 私货最多 呃 为什么多呀 他一边呢 他那个中国的英语考试啊 你要是尤其是选拔的时候 要得高分的时候呢 他既不是英式英语 他也不是美式英语 他不是通过型考试 呃 到底是英式英语 还是美式英语呢 是你猜 课本课文啊 这个用法 用的是英式还是美式 因为他要课文嘛 一会儿选英国名片 一会儿选美国名片 所以呢 这个用法哪个对 还来回改来改去 然后呢 你下边的话 就是说你不跟着我 不买我的教材教辅的 呃 都考不好 明白吧 这个里头有巨大的利益呢 呃 这个而且呢 这另外还有一些利益 你像原来一说 简上简英语的 你像那个王思聪 就跳出来了 为啥 因为实际上你要知道 好多那个 把孩子送出去留学的那个到国外呢 其他的话 嗯 啥也没学 呃 学的好点的就是英语过关了 呃 你把英语再取消了 那把人家的特长给取消了 那怎么行啊 对吧 他的英语呢 嗯 显然比国内的普遍水平要好嘛 你一取消这英语呢 呃 就竞争力就弱了 尤其是呢 现在有了疫情以后 呃 人家就等着要英语碾压大家呢 你把英语取消了 降分了 那怎么能行啊 对对对吧 这所以的话呢 呃 现在只是说呢 那个不好说 呃 像语文 得语文得天下了 实际上你在很多时候 你考好的学校 得英语一样得天下 这话不好说 因为这说了呢 政治不正确 对吧 反正就是呢 你数学学的好 呃 呃 没用 数学呢 没多少区分度 呃 偶尔考一次难了呢 叫的那个院生载道的 以后再难嘛 可能性不大 那都是比较简单 然后呢 物理呢 呃 可以不学 呃 对吧 那个物理 所以这个事呢 嗯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英语啊 呃 我们呢 主张的话呢 英语呢 其实学习还是必要的 但是呢 这个学习啊 那更多的应该把它变成通过型考试 而不是选拔型考试 也就是说你学呢 你必须通过 甚至呢 你报好大学呢 你可以要求必须优秀 但是你别作为选拔考试 因为选拔考试呢 你像你中学英语呢 就三千五百个单词 你让那孩子啊 在教育部这个 呃 中式英语下得满分的 其实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中式英语 他最后得满分 考的你都是什么 就是考的 我们教育部的标准和英美标准的差别 你就记住这话吧 就是那差别 你知道的 你能得满分 不知道的 你得不了 你英语再好的 你可能都得不了多少分 知道吧 你能考通过 能考优秀 但是你高分得不了 但是你要是说 按照优秀的85%的得分率嘛 英语150分 扣掉了20分 呃 你上顶级大学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教育部里头呢 那个在在这个英语的里头啊 是养了一大票人 私货很多 不光是教育部 还有呢 就是这个英语呢 呃 那个因为留学呢 那学的多 自己的孩子呢 能碾压别人的群体 就能英语学的多 碾压别人的又是什么 然后教育部呢 他就把这个英语学习的时间 怎么样安排 这等于安排你英语学习的时间 和英语考试的分值 有错位 怎么关键要说这个问题 你你要说英语不降分可以 你把英语的那个时间 也给我提上去 两个对等 对吧 你那个不对等了以后 你不是逼着人家 叫做课外学吗 这不是制度性的课内不讲 课外讲吗 对吧 时间对不上吗 这个是很明白的 你现在就变成你要竞争呢 这英语肯定是课外要学 基本上可以注意到 大家课外补习的 一个是人家是为了竞赛的奥数 被你打压的什么 一个呢就是补习的英语 英语你还真没法打压 因为好多人家有什么成人英语 什么这个那个的 打压不了 知道吧 所以这里头的还有他补习的自留地儿 把这个地方都看清楚 就知道教育部这个回复啊 有多少水分 有多少私货都可以知道了 谢谢大家 今天这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